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过一种负姓 叫中央 对 没错 负姓中央 姓就姓中央 咱们这个秧姐呢 是都知道是著名的 这个金融从业人员 所以大家对于她的这个观点呢 不可相信也不可全信 对 批判的态度 毛细教导我们说 但是呢 他确实就是帮人挣钱 这我是真的 因为我有个好朋友 我多贤贫爱富 我交往的那达都是亿万富翁啊 亿万富翁 就通过我找他 就说要上市要干什么 你在中间抽水 他们就不给我 现在这朋友人情薄如纸啊 许老师 谢急发现 严姐啊 这个这个 那只股票真香了 是吗 对 行 咱们挣钱的事私下再说 今天咱们毕竟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啊 人民群众现在很关心一个事 听说啊 中央更关心 就是温州的这个事情 你知道今天温州的银监局的局长 有这么一官好像是 对对 出来辞职 不是 出来辟谣 出来辟谣啊 不是辞职 辟谣 口误都跟前一世有关 哎 说你说现在这个新闻 说是哪个新通讯社转了哪个报纸 转了哪个消息 我听到的事情到今天早上 我都以为是真的 说是温州这个地界 涉及到的民间这个这个借贷 这个啊什么规模1100个亿 然后呢89%的温州家庭 涉入到这个资金链条当中 不能自拔 然后说温州这个政府快崩溃了 叫酷爹喊娘 跟中央是说 我们给我们600个亿救急 给我们600个亿救急 但是今天人家官方出来辟谣了 说都是瞎说造谣 说呢 有21个银行涉入了 而且真正涉入的这个资金呢 也就是几十个亿 说什么89%的温州老百姓都卷进去了 那更是这个这个无耻的谣言 哎 你说谣言是真的吗 我觉得今年的特点啊 不管从国外还是国内 都是谣言四起的阶段 谣言四起 今年要特别小心谣言 有一些不法分子的冲中火力 那么说到温州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温州这句就是说 徐老师说是中国的犹太人 他们这个资本主义萌芽 滋生的比较早 这个接待行为 就我们叫P2P 就比较 P2P是什么 People to people 就个人 人对人 人对人的行为 群众对群众 全中国 to people 对 以前人家开过玩笑嘛 英文说的不好 就变成 政府对政府了 P2P 就这种行为呢 就是说在温州这个历史上 已经是非常常见的了 所以温州出这件事 我觉得不应该 这委体这么大张旗鼓的 拿他来出来说事 就是他根本就到不了 就是中央的政府的高级官员 出动的程度 因为他在历史上 已经发生过多少次 这种情况了 他不是说就 今天才有这件事 那他现在这个 这个不危急吗 说资金链都断裂了 借高利贷 就借的都都跑了好几个嘛 这就是走路的这种现象 我认为呢 就是如果你愿意借 百分之二十的高利贷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对吧 因为你如果的你的生意 就是一小作法 或者是一个最简单的 这个制造业 你为什么在这时候 要借那么高的高利贷来 那银行不给我这中小企业呢 那你问的这个问题 就特重要 实际上通过这件事呢 我觉得咱们不能 穿新些走老路 就是说每次红环调控 这个信贷 那个紧缩的时候 都出现类似的问题 或多或少 历史上 所以我们要从这些 要学习到一些东西 人呢 就是说最重要 就别在同一个地方 摔倒好几次 那你说学什么呢 学到什么呢 就是说 这是一个改革 大潮中的一个现象 第一 第二呢 就是说为什么出现了温州 不提升别的地儿 对吧 那温州 他不就有这种传统吗 是吧 他就愿意互相接 温州市的英文名叫P2P 再一个呢 就是说呢 那个银行呢 他呢 在这轮的宏观 这个紧缩政策中呢 我觉得对这个准备也不足 就是 所以我们想学习一个东西呢 因为温州有企业 我也投了嘛 你投了 我没投跑路那个 那咱们要事先想好了 温州也有优秀的企业 当然呢 就是说温州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我认为咱们学到的东西 从温州这个现象 我们学到一个东西 就是说 第一就是说 你对你的企业 对自己 对家庭要负责任 因为你是成熟的人 你不能就跑路了 或者自杀了 或者怎么样 把别人卷进去了 不如有好多政府官员 被卷进去了 要是真像你说的 那只是因为温州人 喜欢P2P 他们借钱胆子比较大 所以在那里 那个高利贷啊 银行中间这个东西 这个问题都不大了 这个只是一个特别现象 但是这里边 至少带出有两个现象 别的地方都可能发生 第一个就是 中小企业普遍的经营困难 因为 而这不单单是温州的事情 连浙江也是一个先兆 只是先发生在温州 先在中国最开放中小企业出口 现在全世界逼这个人民币升值 我们的对外出口的这些东西 经营越来越困难 然后国内的房价物价都在涨 所以劳动力 浙江的劳动力 随随便便 现在都过3000了 这使得中小企业经营普遍困难 这就不单是温州一个的问题了 我想好 第二 这个里面高利贷 还不单是借钱的人 跟那些下面人不动脑筋 随便乱借钱 因为很多人在说嘛 有很多高利贷的经营者 跟银行有千丝万里的关系 他们在合法的局调 这银行借不到钱 可是私下副行长支持的某人 我们假定说 反而能带到钱 而这种制度化的贪腐 又不单是温州的特色 其他地方到处存在 所以是不是仅仅温州的现象呢 你提到一个问题特重要 就是说 对 就是说 你提到了民营私营企业 中小企业 对吧 就是民营私营企业 中小企业 对不对 他有 这个问题反映我自己理解 这个他们在历史上 能分得到今天有成功的案例 有不成功的案例 困难是永远存在的 对吧 不可能你像一个大型的国有企业 国家重视的行业随便去借钱 这是不可能 肯定有 有倾斜制度 但反映到一点就是说 中小企业呢 你在这种宏观调控和信贷紧缩的情况下 你怎么能生存的问题 就不是说就在温州 你说的 再一个好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 他不务正业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们拿着钱可能也没有抓革命速生产 他又做了一些投机倒把的事 那么平常在这么做就没问题 那么恰恰股市狂跌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所以最终这些呢 他们也不生产 他们去炒楼去炒股 我不排除他们的投机行为 也不少于 也有这样 但是主流 主流是好的 为什么呢 好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 也成为这个 进入了中国的100强 还是500强的行列 就是说 你算得了 现在这百强 你最近我看见一个新闻 还百强 百强线的 你知道吗 后来人们发现 里边有17个线 是国家级贫困线 这贫困线 怎么就入了百强线 所以这个还好 标准的 就是说你上市了以后 你不上市 那个资料是不公开的 你上市以后 就按照你的市值 我问你 杨姐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资本 它是不是有本性的 它这个本性 叫贪婪也好 还是叫什么也好 你就比如说 即便是我拿着钱 对吧 那你说我带给谁呢 那我当然也带给 带秧资本的人 那我 哪个风险 大哪个风险小 这他 他自己是知道的 而且对啊 而且另一个问题 他知道啊 那你为什么 你的规模那么小 你的注册资金 只有一千万 你去贷一个亿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你的意思 现在的危机的主要方面 是因为中小企业 这个太不自立 我觉得他们的问题呢 是真的要检讨自己多一点 对吗 因为这种宏观在这个改革开放 这三十多年 调控那朱总理在的时候 不比这力度还大吗 对吧 人民币升值 难道是今天才发行的事 大家都知道 这强势 你刚才说 不是未来这个储存货币 和这个流通货币 就是一红一绿 以美金一个人民币 我想说什么 就是你的经营模式 和你经营理念 你没有进步 你还是停留在过去 非常这个落后的传统的 这么冲击一来 危机一来 你当然就是生存不了了 你就跑路了 那些小老板可能没有进步 这个是他个人的问题 但是整个经济学界 整个国家的这个 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 就要帮他们想办法了 因为整个中国这些年 这个发展 很多人都担心 有个瓶颈的问题 为什么这些年 我们发展这么好 就是因为我们的劳动力便宜 我们在全世界货品 有很大的竞争力 但这种竞争力 不会永远下去 没戏了 我告诉你一个最新消息 我今天在首期短新闻上看到的 美国将增加200万到300万个工作职位 因为他们将要从墨西哥 中国过去的这些 收回他们的工作职位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这个劳力 劳动力的这个工资 在上升 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 是中国的四倍 而美国现在又闹得没工作 乔姆斯那个游行 所以他们现在就说 有这个企图 要从这些地方收回 这些劳动职位 所以中小企业老板的 个人的困境 是不是也跟国家的 总体的形势一关 他在这大盘子里的 杨姐就说 中小企业好好检讨自己 要检讨自己 国家是很好的 但是另外就是说 金融体系的改革 要跟上形势 没错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中小企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